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曲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也要為大家帶來這款遊戲 叫做Header and Seek 那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在標題多了下面一行字 叫做 Chapter 1 He is Friends 就是他的朋友們 這一個版本是1.04版 之前阿曲玩的前四個Episode是1.03 那因為要實況的部分 所以阿曲有稍微去作者的粉絲頁 然後去告知一下 然後看到最新的版本 所以阿曲把存檔點 丟過來繼續玩這個遊戲檔 那如果大家玩這個遊戲的話 還是要玩最新的版本會比較好 畢竟作者不僅在製作遊戲以後 還是非常非常認真的去修正一些Bug啊 然後一些 一些更新啊 對 所以如果想要玩遊戲 越來越好的風貌的話 大家不妨可以隨著自己可以的時間點 去玩最新的版本之類的 那 喔 Hide and Seek 已經玩了四個Episode 不過阿曲的連載才才剛開始 然後看到雨晴 有跟我想留言說 Hide and Seek 是桌米場的意思是不是 天啊 阿曲Google也不Google認真一點 對 其實阿曲沒有發現這件事 好喔 對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開始我們的章節吧 我們上一集 我們得到了我們的Timmie對不對 可是我這一次要幹嘛 呃 有了Timmie 我可以 我可以回 回 回爸爸媽媽的房間了對不對 不知道阿曲 可以 走到了什麼樣的結局 喔 還是 過不來啊 可以可以可以 喔喔 你是什麼鬼東莎啊 啊 原來 讓我進不去 是你做的 Froater 喔 水母嗎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 這次遊戲 是哪個這樣舉辦的 我快受不了這場有 蛤 為什麼你們 什麼都不和我講呢 大家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詭異喔 喔 他的長話方式好可愛喔 你說長了也沒有用 已經開始就結束了 蛤 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聽不懂啊 聽不懂啊 蛤 嗯 別亂 別跑啊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問 呃 他知道他都好奇怪 明明以前不會玩得這麼過火 我 也不會搞一大堆 我不懂的東西 你們是怎麼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 把你們變成這樣的 謝謝你 Timmie 我們走吧 阿齊 一直在想這種音效的感覺 很似曾相識 阿齊 以前在玩Don't Stuff的時候 大概都是這樣的 這樣的音效設定 對不對 突然一種懷念的感覺呢 咳 幻覺有三大類別 是幻覺 純粹視覺的幻覺無法與之互動 二 聽幻覺 會有無意義的聽覺發聲 代案力比較少 三 惡性幻覺 能和產生互動的接觸於此類 相當的危險 貓貓貓的小草叢 聞下有淡淡的草叢 嗯 先快點把日記還回去吧 要是前方又有什麼東西 就麻煩了 好吧 進來囉 爸爸媽媽的房間 Chapter 3 你是誰 先 中個檔吧 1跟4不要覆蓋 阿齊還記得這件事 是 媽媽和爸爸的衣櫃 梳妝台的款式和我的房間很像 不過比較重呢 不過 稍微回去看了一下 Chapter 4 阿其實在配音的時候 都會從 呃 一開始的設定 然後轉變到 比較穩定的一個聲音 其實跟剛開始配的 配的聲音的語調 還是有點稍微的不同 是 是這樣啦 對 媽媽好像把衣服拿去洗了 血液燃內沒有任何的衣服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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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爸爸和媽媽睡了床 目前還很柔軟 太陽高高的掛在天空 感覺裡晚上還有一段時間似的 為什麼 明明這場遊戲過了這麼久喔 太陽 太陽為什麼還那麼高呢 阿徐剛剛好像不小心跳出去了 明明這場遊戲過了這麼久喔 太陽為什麼還那麼高呢 好 等一下喔 我的那個 防毒軟體好像是稍微跳出來了 好的我們繼續 對 剛才應該跳出去了關係 因為是我的防毒軟體 又在啟動 所以可能 又產生了一些東西 這裡是好多的話喔 忌妒之門 為什麼要把一本花的禁物畫取這種名字呢 媽媽的幽默真難懂 月之夢 畫上的月球好像有個小外星人 聽爸爸說現在有很多科學家 正想著如果登月 不曉得上面有沒有外星人喔 美麗的女清潔工 媽媽幫離居的女兒畫的肖像 和現實的本人比起來 總覺得眼睛好像有點太大了 起源之聲 聽說是媽媽懷我的時候畫的 畫中的胎兒感覺很安向地睡著 星之樹端 樹上的星星好像用金色和銀色的眼淚畫的 有種妝 妝神色 妝眼嗎 妝眼神色的美麗感 妝神色是什麼 怎麼突然間好像一人 名姓妝 名神色 神聖 禁忌 畫裡的兩個女生 彼此依偎在對方的身上 但 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 怎麼會取名為禁忌呢 也是 也是 我們的sirreal 她其實還是個小孩子 又可能對這種事 還不太懂 之類的呢 媽媽的書櫃 裡面放著很多很厲害的繪本 還有繪畫的筆記 終於 終於 可以把日記還回去了 - 哦 哦 好可爱哦 晚安 天秘 既然放好了日记 就快点到楼下 等爸爸妈妈吧 我已经不想再玩啥厕所 妈妈用来装眼绕的柜子 我就是不要先看你 猫咪侦探 妈妈帮故事家 哦 这是作者 神猫大大 呃 Question Mark 绘制的等身猫咪侦探秀上 哇哦 等身大的猫咪侦探 好帅好可爱哦 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猫咪侦探的话 不一定要摸摸他的肉球 好哦 妈妈帮画笔的柜子 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很贵的笔 柜子被锁住哦 嗯 这不是我的柜子 还是不要乱开 会比较好 哦 哦 都是所作密码锁耶 这是 妈妈平时临摹进屋的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东西太重 太重的伤有点裂合 好吧 看一下Timmie好哦 Timmie静静的在篮子里睡着哦 我不允许你上次结束 Soreel 继续游戏 只要你能到研究室 就算你了 看来 游戏的主办者还是不肯把说 好吧 反正到研究室就可以了 就继续下去吧 我觉得你傻傻的 这 感觉就是个大陷阱啊 人家跟你讲 就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好 其实 这时候收手 才是最后最后的机会了 对不对 我想起来 研究室唯一的钥匙 总是被爸爸随时携带 这样 根本不可能进去 正常的游戏 哪可能给这种 不可能达身的条件 唉 这下要怎么办才好呢 研究室的钥匙 其实有两把 你知道吗 去满足三贤者吧 这 真的假的 为什么会有 会 为什么我会不知道 有这回事呢 原来 研究室的钥匙有两把 这 三贤者又是谁啊 阿许跟女主角 惊讶的程度完全不一样 三贤者 我们只知道三姐妹啊 三姐妹 三贤者 哦 大家觉得三贤者 是谁 难道是妈妈 妈妈房间的话吗 我刚才没有看到 类似三贤者的东西啊 哦 是你们哦 看一下吧 开始吧 柜子上面的话改变哦 在父亲与母亲的房内找问题来算数 连 连 连题目都自己走吗 你是有多懒惰啊 哦 看来先亮的 才是重点 对不对 什么算数啊 柜子上大多是妈妈的日记 还是不要随便乱翻会比较好 也许妈妈的柜子里题目 也说不定 要挑哪一本书呢 精神分裂的官 呃 艺术官 十六的朋友记录 美的全是 我觉得应该是二啊 不过我们还是一序的看一下 哦 最近走访德斯米尔精神病院 发现了一个有精神分裂的艺术家 也待在病院里 虽然这位艺术家病得很厉害 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仍旧不停地创作着 他的作品有着难以言喻的美感 人类失去了感性 也能创造出这么美的作品 这是颠覆我的尝试 想不到 对美感要求这么高的妈妈 会这么称赞这位艺术家 啊 真想看看他的作品呢 诶 不过这里没有题目的样子 真可惜 所以刚才应该要用 妈妈的声音去讲这些话 对不对 Seria和我描述的朋友 目前约有11个 每个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观和性格 真是不可思议 也许这些朋友的根基 是他的价值观 或特殊事件的记忆延伸出来的 比如说 今年初Seria养的金狮却病死了 过没有多久 他就说他自己 交到一个会说话的鸟当朋友 还有那个该死的神经病家 来教书的时候 他也说 自己多了一个神经质的讨厌鬼 对啊对啊 他也常说的 罗宾三姐妹是因为 Realty把Seria最爱的三个洋娃娃丢掉 才诞生的 啊 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想象力丰富到让我觉得 觉得害怕的程度 猫猫的享受力真丰富呢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突然间觉得有点难过 就是那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虽然人跟人的距离 有可能只有在十公分如此的近 可是最遥远的距离还是新与新的距离 嗯 对 嗯 美的诠释 美感会因为文化与生活的不同 而有各种见解 但是 为什么呢 即使是生活背景伤识的人 美感 还是天差地远 啊 艺术真是神奥啊 不对 没有题目呢 阿曲还是会很 很直接的会用 Seria的声音去配 配刚才的那些话 然后好像有点 开始这个的 对 柜子里 没有任何关于 目的 题目的东西 只有满满的水彩 颜料和话剧 嗯 如果是猫咪侦探的话 马上就会过关了吧 哦 所以要找什么呢 这一句 这应该不会是个题目 画中的星星数量 随便算都有几千个 哪一题应该不会是 叫我算星星的数量吧 如果年纪和我的 如果题目和我的年纪有关的话 或许 如果题目是猜他的年纪就太搞笑了 谁会知道啊 月球上没有题目就外星人 滑朵的数量会不会是答案呢 我的生日吗 答案到底是 12 不是这种数字呢 那 可能是花咯 嗯 先 全大 衣柜里没有题目 不晓得柜子里 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东西 嗯 先偷偷开一下 出地好了 里面放着化妆品和几张纸 嗯 这里有张纸 感觉很特别 嗯 上面有很多看不懂的数字 这应该是爸爸才会用得到的东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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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七 五 十三 十三 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二十五吗 二十五 十 十一 找出问题指的会不会就是这个吧 也许解开最后一个数字就可以解开密码锁 哦 哎 不过这个感觉好难哦 得到了爸爸的备忘了 上面呢是是罗马数字吧 爸爸真爱罗马 没有必要再打开抽屉了哦 呃 memory等 297 哦 会不会直接输入297就可以啦 我觉得或许有可能哦 嗯 好 我们去试试看 因为它有三个数字嘛 好 好 拿取管 想的太美好了 不过 它是要叫我加减乘除还是做什么来着吗 还是全部都加在一起 不过那个 那个数字看 那个点的话应该是乘语啊 不然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 一样 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 不妨可以订阅我或者是点个喜欢 那我们就下一集继续下去哦 See you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